英国皇家海军要远征胡塞 结果出发前一刻 核心战斗力竟然瘫痪了 原本计划把他部署在中国家门口的 这英国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的英国 这些年你看他在煽风点火的事上 做的比美国还过分 还高调 但是呢 这份高调还真是需要实力和底气的 否则你看就是一个笑话 这不英国皇家海军最近又闹笑话了 这段时间 美国海军在中东地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对胡塞发动空袭 执行这个任务的主力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 不过眼下美国海军有个棘手的问题 就是艾森豪威尔号的航母轮换值班的周期到了 航母要返回母港进行保养 船员也需要修整 这老打仗也受不了 但是呢 美国海军还抽调不出来可替代的航母过来接班 美军手上暂时没有可用的航母 但是蒙有有啊 在美军组建红海护航联盟的时候 呼声最高 出力最多的就是这英国老 于是呢 一合计决定 将接下来段时间啊 让多国护航舰队旗舰来值班 由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来接替艾森豪威尔号 给他个漏点机会 按照最初的计划 这个女王号航母应该是由 格林尼致时间2月4号晚上起航 先去参加北约的坚定汉文者2024的演习 然后再去鸿海接替艾森豪威尔号 好家伙可就是在出发前一刻 当天下午英国海军发布消息说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坏了 动不了了 具体原因是 右侧螺旋桨的大轴 出现了故障不能用 你看这下麻烦了吧 现在临时又没有配件 只能把女王号的老公 维尔什亲王号的大轴给拆下来 供女王号用 女王号另一侧的螺旋桨 如果也出故障的话 那么皇家海军 就真的没航母可用了 你说这马上要上场比赛 结果脚崴了 如果只是偶尔的突发事故 我觉得这倒无可厚非 毕竟嘛 这个装备肯定是有坏的时候 但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 这各种事故频繁发生 你去网上查一查 往回翻 几乎每年都有各种的意外发生 比如说丢人 丢飞机 我说这个丢人 是真的把人给丢了 不是说这个我们丢人 2021年 女王号航母领衔了一次皇家海军的远征 前往亚太区秀肌肉 在途中 一艘护航航舰上 就丢了一个水手 后来发现人没了 死了 至于航母本身还丢了一架F35B 而就算是这样 英国还一直没有放弃在亚太药物扬威的机会 英国一直有一个计划就是 想在亚太常驻一支舰队 地点就选择在日本 预计是在横须鹤这个地方 很显然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准备堵在中国家门口 不让中国出门 不过这个常驻型军舰可能要到2025年 甚至2030年才能过来 不过人英国皇家海军人说了 2025年会在亚太部署航母战斗群 大概就是和2021年一样 从英国出发 再来一次环球武装旅行 瞧瞧英国海军现在这个样 都松成这样了 还幻想着日不落帝国 还幻想着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 只能说这是病得治 那你说为什么英国就是放不下 这个日不落帝国的执念呢 其实英国脱欧之后 在欧洲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 英国高层觉得 这个不是个事 为了防止自己完全被边缘化 被世界边缘化 所以他要跻身全球事物的核心 啥事都得插一嘴 于是就有了全球英国这个概念 所以他现在还是没从 全球英国的坑爬出来 但是没有金刚钻 你就别懒瓷器活 最后只能唠的一个结果 就是丢人丢到家